好市多贩售的起司肝若被验出 淮阳乙丸吃下肚有风险 这个淮阳乙丸是一种人为合成的 易燃气体 各国对于使用有不同规范 像是部分医疗用的导管 检验抹片 可能会用淮阳乙丸来消毒杀菌 以台湾的现行法规来看 就只能在医疗还有工业上当消毒剂 食品添加则是完全不行 不过像是美国 还是允许用在干燥食品 调味料或者核桃上面 近年来包含了哈根达斯 以及韩国的辛拉面 这些知名的产品 都曾经被验出淮阳乙丸 不知有血癌风险 还可能产生神经方面的影响 而除了一般民众担心 像是医师林志威也在脸书发文 说自己好像也在好市多 买过这款出包的起司 还附上三个惊恐的表情符号 不过如果真的设下去 该怎么办呢 台大生物产业学系的教授 洪泰雄先前就曾经说过 食品当中验出的含量通常比较低 民众不用太过担心 但如果发现食用后身体状况有变化 像是头痛肢体麻木 或是恶心和呕吐 就得赶快到医院去检查 避免延误治疗时机 TVBS新闻众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